近日福建莆田的徐女士在医院不慎丢失了一个装有十余万元现金的钱袋 所幸装有现金的钱袋被一名武警战士捡到 3月12号上午10时50分左右 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机动中队战士平业群 在解放军900医院莆田医疗区就诊完 在医院路旁椅子意外捡到一袋物品 在询问周边群众未果的情况下 打开袋子 发现里面装有现金 银行卡和身份证等贵重物品 当即拨打电话报警 寻找失足 当时我患完病 回去有路上 然后发现了这笔钱 我想着第一时间贵还给失足 毕竟这是在医院 说不定这是人家的救命钱 这笔钱是要过来医院这边 我爷爷必须要住院 要看病 东西手上不是拿很多嘛 就坐在那边一直坐等着 然后他打电话过来 我紧紧张张的就直接站起来 把东西拎走了 然后这个前掌那个带子 上面的路顿给叫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 然后到他车上了 我就紧张起来 然后直接打那个110电话 几分钟的那个为您打电话来说 借我打电话 一个说 有一个那个武警当事捡到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开心 开心的 谢谢啊 谢谢你们武警当事 面对失而复得的钱财和证件 徐女士当即拿出带子里的2000余元现金作为答谢 被评业群礼貌地回绝了 事后 徐女士专程赶到部队 向实惊不媚的战士评业群表达谢意 嘞嘞 于亚专岛